那时,有一个法学士起来 试探耶稣说 师父,我应当做什么才能获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 法律上记载了什么,你是怎样读的 他答说 你应当传心,传灵,传力,传意 爱上主,你的天主 并爱尽人如你自己 耶稣向他说 你答得对,你这样做,必得生活 但是,那人想显示自己有理 又对耶稣说 毕竟谁是我的近人 耶稣打说 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来 到耶里哥去 遭遇了强盗 他们剥去他的衣服 并加以挤伤 将他半死半活地丢下走了 恰巧,有一个师父 恰巧,有一个师父在那条路上下来 看了看他,便从旁边走过去 又有一个那位人也一样 他到了那里,看了看,也从旁边走过去 但有一个沙玛尼亚人 路过他那里 一看见就动了怜悯的心 睡上前 在他的商处住上油与酒 包扎好了 又扶他 又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 把他带到客店里 小心照尿他 第二天 取出两个银钱 交给店主说 请你小心看护他 无论额外花费多少 等我回来时 必要还给你 你以为这三个人中 谁是那遭遇抢盗人的镜子呢 那人答说 是黏命他的那人 耶稣遂对他说 你也照样去做吧